Toyota 一直以来在 V-Segment 的 SUV 市场 缺少一个有竞争力的产品 之前的 CH-R 因为是为了欧洲市场打造的关系 因此导致它的售价高昂 而这一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终于填补了 Toyota 在这一个极具的空缺 虽然说原厂说它是一台 C-Segment 的 SUV 但是实际上和它市场上正统的 C-Segment SUV 相比 它的空间表现是小了一点点的 今天我们就会带大家看一看 这一个 B 加 Segment 的 SUV 它的特点在哪里 Toyota Corolla Cross 会是我国第一台 CKD 的 TNGA 车型 也是我国市场最便宜的 TNGA 车型 但是目前贩售的车型是暂时从泰国进口 CKD 的车型会在今年的年尾才发布 目前我国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有两个车型 在我身边的这个就是 1.8 G 的版本 另外它还有一个顶级的 1.8 V 版本 两个版本主要的差异是什么 G 版本采用的是鲁树的头灯组 V 版本 LED 头灯组 G 版本的轮圈为 17 寸 Bridge Stone 的轮胎 至于这个 V 版本采用的是 18 寸 米其林的轮胎 在外观上面的细节就是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车侧以及车尾 在车侧这边有一个镀铬 Chrome 的材质 上面刻着 Corolla Cross 然后因为它是一台 SUV 或者是 Crossover 所以它们用有很多的防刮材质做点缀 一写着 1.8 G 这里同样的也有 Corolla Cross 的字样 这一个尾灯组 只有在 1.8 V 的版本才有 LED 的光条 并且采用了隐藏的尾管设计 这样看起来它的车尾其实还蛮普通的对不对 看起来甚至有点像旧一代的 Lexus RX 或者是 Harrier 可是它有一个相当实用的功能 它支援这个电动尾门开启 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尾箱的容积 其实非常的惊艳 根据官方的数据 所以这个尾箱容积已经超过了 400 公升 所以如果你是在周末 载着老婆孩子出去买东西或者是买一点家具 它要运载这个物品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说你一家人出门行李 应付一个三天两夜的行李 它同样的也是胜任有余 重点是它还支援这个六四以被分离的倾导 所以空间的运用化是非常的强的 我们的 Corolla Cross 在车顶是没有打洞 没有行李架的 引擎方面 马来西亚版本的Toyota Corolla Cross 暂时只有一个引擎选项 就是这个1.8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也是我们熟悉的2ZR FE Low VTi 引擎 这具引擎早前是在 Corolla Altis 10.5 代上面出现 虽然使用了有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稳定度高 而且它的性能和油耗表现其实都还不错 至于它的变速箱是 CVT 变速箱 在日后的 CKD 版本 可能原厂会追加1.8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大家觉得自然进气引擎好 还是混合动力引擎好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装设计 这个内装设计基本上都是延续了 Corolla Altis 的设计 只是它因为是 SUV 加高了过后 它优化了一些东西 例如说这一个它拉高了之后 它拥有一个很深的置物空间 然后这里同样的有两个杯架 然后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个细节 它没有手刹车也没有电子手刹车 没有错 它采用的是脚踏式的泊车刹车 这个就可能是需要各位使用者去适应的细节 然后在这个材质上面 最上面的是硬质塑胶 可是这里是软质塑胶 整体的这个质感表现还不错 而且它没有因为它是中等款式的关系 所以就没有了皮椅 其实它还是有皮椅的 而且这个皮革还不错 重点是前座的这一个椅子的坐姿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舒适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高是180 然后它基本上可以支撑到我的背部 所以坐起来还是蛮写意的 再来一点就是这一个主机 这个主机相信很多人也是会吐槽 但是我建议你实际来看一下这个主机 因为它的尺寸放大到9寸之后 视觉效果变得很出色 重点是它支援了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所以使用上的便利度来说是有的 大家千万不要以貌取机哦 接下来要讲的地方就是这个方向盘 没有换挡拨片 可是它的手感很好 这个皮革感觉到它的品质是高的 可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在于 采用的不是数位化仪表 而是传统的指针仪表 在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方面 大家可以一目了然 我的身高是180左右 我坐在后座的话 这个后部的这个椅垫 支撑其实还算是到位 只是这个脚部的话 大腿的支撑少了一点点 然后因为它的前面座椅 做了这个挖空的设计 在我调整到我的标准座子之后 我依然还有大概是一个拳头 四个指头的脚部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脚部空间 还可以接受 另外后面这个门这里 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因为是后门 所以它 cut cross 这边还是软质塑胶 然后这里同样的也是有皮革包覆 而且有一个蛮大的杯架 后座的乘客可以放一个杯 另外像是这个冷气出风口啊 还有这一个 USB 它都是具备的 所以后座的乘客不管是在舒适性上 还是这个方便度上 其实这辆车都给得到 只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后座的空间 表现再大一点会更好 另外为了解决压迫感 原厂在左右两边各设置了一个三角镜 所以后座的乘客 并不会感觉到这个压迫感很大 这里还有个细节要告诉大家就是 Corona Cross 是以泰国CPU的方式贩售 而且数量有限 限量750台 在今年的7月才会提供1.8V的版本 所以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记得跟你的销售员了解详情哦 好啦 接下来我们就进试驾环节 Let's go OK 现在我们就在乡村地区 试驾这个Toyota Corora Cross 我们试驾的版本是1.8G的版本 它配备的是17寸的轮圈 所以相对来讲它的负担会小一点 我们要先讲这个动力表现 动力表现方面 这个是熟悉的配方1.8L的2ZR引擎 还有CVT变速箱 这套引擎我们已经在Corona Sedan 或者是CHR上面看到 这具引擎 就算是现在还是会给我一点点的小惊喜 因为 车身那么大 配1.8L的N Air Engine 会不会有利 这具引擎在前端 就是它低速起步的时候 感觉它的油门还是蛮灵敏的 所以这个Pickup的表现是非常轻快 这一点让我有点惊喜 然后如果是中段加速的话 你不要全油门 你大概是半油门 大家可以感受到 半油门的情况下 这个车辆的加速表现会让我有一点点惊喜 现在我们的车上是三个人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开车都是这样的成员配置 所以这台车在低段跟中段加速 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如果是说你在大油门全油门的情况下 因为这个CVT的特性 所以这辆车它的加速表现 就会比较明显偏慢一点 转速会拉得很高 然后引擎的升浪也会有一点点明显 但是速度来得很慢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引擎的精髓 就是在它的起步初期还有中段加速 因为不需要到前油门它的加速表现 就反应还蛮灵敏的 这个我觉得是在市区驾驶或者是在高速公路 你要进行超车的时候 它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接下来就要讲它的隔音表现 在Toyota自从更换了TNGA平台之后 它车辆的隔音表现其实进步非常的大 这台车在普通的行驶状况下 不管是胎噪声也好风鞋声也好 它都控制的还蛮出色的 只是有时候在大脚油门的时候 这个引擎的噪音会比较明显一点 不过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不会每天一开车就是 所以这个情况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这个隔音表现来说 我如果说满分十分 我会给到它大概是八分左右 只有在起步这个加速的时候 如果你油门真的踩中一点 RPM一高 引擎的声浪就会比较明显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辆车的动态表现 采用TNGA平台的车款 动态表现其实不用太去质疑 它都有一定的水准 就以这台车为例 它的操控表现我说老实话 和这个CHR相比的话 会有一点距离 CHR明显还是比较sporty 比较运动化 这台车就偏向均衡 以前的Toyota是一个很严重的偏壳声 它某一项很强 但是其他的环节都弱 例如说以前的Toyota 我们的印象就是它的这个 舒适性很好 可是操控性偏弱 可是自从更换了TNGA平台过后 它就开始在这个舒适性和操控性中间 找一个平衡点 这辆车就是把这个平衡点做得很好的车款 它的悬吊表现 在我们行驶在甘崩路段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找甘崩路段的路况 会比较凹凸不平一些 所以这些小震动它的悬吊吸收的都还蛮干净的 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设定 我觉得很舒服 就是刚才我还特地坐在这个后座 体验了一下这个后轴传来的震动感 几乎可以说是察觉不到 如果说你买这台车是为了家庭用的话 那么这台车的那个舒适性 可能会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至于操控表现的方面 因为这台车的轴距并不长 只有2640 所以它其实就是比一般的V segment 长一点点而已 所以在弯道或者在四驱驾驶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平台这个转向都是很灵活的 可是因为它高车身的关系 所以侧倾难免会严重一点 但是同样的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有一点值得称赞的是这个方向盘不仅转向给你感觉很灵活 而且它的指向性它的反应都很迅速 就是说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 你的方向盘只要稍微一打车就会跟着走 它反应不会像以前的Toyota车款那样会慢一些 所以这样的方向盘设定在山路行驶的话 真的是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开SUV的感觉 这个有点夸张啦 其实它还是SUV 不过它的操控表现在SUV的车款里面 算是比较好的 当然它比不上像是CS3或者CS30那样人马一体的感觉 可是整体而言 它是一款难得可以在我们市面上找到 带有操控热区的B-Segment SUV车型 只是因为它的悬吊从原本CHR的Double Wishbone 换成了Torsion Beam 所以难免会影响到车辆的操控表现 你会觉得这辆车的极限并没有CHR那么高 所以总结来说它的舒适性会比CHR好 但是它的操控表现会逊色CHR一点 可是这样的设定是大部分的人 在一般使用的时候所需要的重点 好了以上这次影片就是我们Toyota Corolla Cross 的这个尖短性车介绍 因为今天的这个试驾时间跟试驾时程都有限 所以今天分享的东西都是一些我在开这台车的时候 率先体验到的东西 但不过大家放心这台车以后我们一定会借出来 为大家拍一个更为完整的影片 所以大家千万记得不要错过下一次的影片哦 好啦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 感谢edo 愚ika void